歡迎各位收看夫人新聞 大家的觀新電影大小書 大平鄉鳳鑽村過期心中很多報協書 在政策裡面還有一座秀三輪 因此鳳鑽村鼓名又叫做報協論 你在社區外長中心裡有1800年的報協書 為了把這個律師靈魂意義團身下去 鳳鑽社區就跟後衛科技大學共同合作 為這張百年的報協書必要出一千層的出財 並且讓民眾來勉回領主 帶回一陣地 大平鄉鳳鑽村過去有很多報協書 在政策裡面還有一座秀秀三輪 因此鳳鑽村鼓名又合作報協論 在社區外長中心裡有這張百年的報協書 為了將這個理事靈魂意義團身下去 鳳鑽社區跟後衛科技大學共同合作 為這張百年的報協書必要出一千層的出財 讓民眾來勉回領主政策 其實大平鄉鳳鑽村它叫做報協論 它有一百多年的古江樹的老樹 那其實在社區裡面也有這個老樹分出來的一個 樹苗都有種在社區裡面 那我們就再把這個老樹的這個 把它做繁殖 然後培育它這些樹苗 來做一個分送的活動 把這個豐鑽村這個浦江倫報協的 這個主題把它發展出來 那這個也是社區的一個很重要的 共同的記憶 另外川長也強調 報協書對財帝人來說 是一個家鄉很重要的英雄 因此也賺到母親在前 來辦理這個活動 而結束去外面也就是出外拍拼的人 在當中報協商的出財來帶到那裡 就由村子來發亮高雄 我們報協就好像我們豐鑽村的母親 所以今天全天 經濟母親節頭情 就是因為我們報協的女兒 都回娘家 他們回來 他們很高興 看到這個浦江樹 種在他們一台樹苑 或者說他們的庭院 或是說他們做棚栽放牠出來 他會想到自己的報協論 想到我們的家 因為有時候女兒回娘家的心情 所以今天全天 選去母親節的頭情來做 頭過正的船子來發展 自己的故鄉 以及保留過去世漢的會議 期待有眾報協的船栽 走到前面的鄉親 都可以進出漂亮的船子 記得點破影藏不得